海魁台风直扑中国福建 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强降雨造成多处传出淹水灾情 街道变成河道 市区出现惨况汪洋一片 大量积水从排水孔涌出宛如黄泥涌泉 许多家具更随着大水陆续流出 道路上的车辆载幅再沉 部分地区积水严重 甚至已经高到消防员的腰部 不仅如此 湍急的洪水更把路桥冲垮 道路旁更出现宛如瀑布的场景 景象相当惊人 庞大降雨让当地深受洪灾所害 中国气象部门表示 光是从5号晚上9点到6号清晨5点 福州市多处雨量超过250毫米 海魁肆虐虐福州一系之间 导致福州全程泡水 政府紧急派员出动救援 不过福州防训抗旱指挥部指出 一辆消防车在救援途中 残被洪水冲走 导致两名消防员遇难 虽然灾害不断扩大 中国官方也公布灾情数据统计 甚至昨天傍晚这场暴雨已经毁损2537间房屋 至少影响159万人 农足受灾面积多达9949公顷 经济损失估计超过新台币220亿 除了台风带来的严重灾情 当地民众进一步批评 水库泄洪更让福州雪上加霜 宛如在线先前水漫河北的惨况 民众抱怨政府等到大风大雨才放水 让福州人民遭受巨大灾难 也有人直批城市的防洪排水系统 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不少中国网友陆续上传各地灾情影像 不过当地政府疑似为了避免灾情画面广传 已经删除相关灾区影片 也有多位网友抱怨 灾民对外直播灾区情况的账号 更遭到禁止封锁 再次引起中国网友热议 虽灾已经被动态清零 甚至留言暗酸 政府此举只是正常操作 并不意外 记得将会跟总理报道